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停工停产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 其实它现在表面上的理由是说 因为我们要因应整个联合国的 气象相关的会议 气候变迁会议要在11月份召开 所以我们有一些承诺 在这之前我们要有一个 节能减排的一个目标 而现在有9个省份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要严格执行 第二个说法是说 因为我们明年要举办 就是东京的东奥 北京的东奥 而北京的东奥这个部分 当然希望整个环境会好一点 所以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停工的时间是延到明年3月的 所以刚好是会跨过 就是等于东奥的办运的时间 可是我告诉你 这都是表面上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 真正的是什么 真正的理由是没有煤炭 为什么没有煤炭 我跟你讲 它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中国自己不是有生产煤炭吗 但它跟国外也可以买 它跟国外买非常多 其中它买的最大的一个国家 就是澳洲 它一年光跟澳洲买至少八千万公顿 到一亿公顿 这八千万公顿 本来每年大概一百亿美金 就是这样买 从2019年开始 不是跟澳洲有点不开心吗 贸易战 对 2020开始 10月份直接说我不买澳洲的煤炭了 你不买澳洲的煤炭 它跟澳洲买煤炭 这个八千万公顿 占它整个进口里面三成 你一下子三成的煤炭 你自己外面进来的三成 你煤炭不见了 不见了你要怎么办呢 你只能开始跟印尼去买 你只能开始跟俄罗斯买 可是面临到一个问题 中国呢 他们很多的发电厂 为什么都是要买澳洲煤炭 他们很多发电厂规格 就是用澳洲煤炭的规格 澳洲煤炭是这样子 它价格虽然高一点点 可是它的热值非常好 也就是说 它不用很多的煤 它可以烧出 它的发电的效能比较好 可是印尼反而是颠倒 印尼是价格低一点点 可是印尼的煤 有的是不好的 别人你要烧很多煤 你才可以发同样的电 所以换句话说 它跟澳洲在中 它就不买澳洲煤炭之后 导致它一个三成的缺口 三成缺口 它变成它要去国外买 它竟然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把全世界的煤炭的价格 炒高来了 那炒高你知道目前为止 美工炖煤炭价格 竟然来到180块美金 那个其实是非常高的价钱 180块美金 中国的电力的价格是限制的 所以换句话说 发电厂买进来的成本 都不够它去跟人家 收的电费成本 所以发电厂 中国发电厂现在亏损很多 那发一度电就赔一度电 对 所以它才变成不能发 而且很多发电厂 其实是国营经营的 所以它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开始限制